看到什么经济成长率 消费者物价指数等等的名词 但是其实很多人都弄不清楚 这些数字代表什么意义 而新内阁在上任之后 就提出了一个庶民经济的概念 副院长朱立伦也要求金建会 另外提出一个新的生活物价指数 更贴近民众的实际生活感受 但是有没有这样的必要呢 财经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国内生产茅额GDP 这些常常听到的经济指标 很多人实在不清楚 他们和民众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 讲得比较口白一点 因为指数什么指数有些人不懂 我们不是很在意 但是我想应该是跟我们有关吧 为什么感觉距离好遥远 主要是因为这些指标 综合了各种物品的价格波动 而不是单一物品的价格波动 也因此当新内阁提出庶民经济的概念 要求金建会一个月内提出生活物价指数 学者建议可以把民众市场生活餐饮的涨碟纳进来 像现在的庶民的话 可能你就必须要去考虑像餐饮业 尤其是像这个一般的平价餐厅 然后一般的平价生活里面你所需要的 甚至呢我觉得在便利店里面 它的这个商品的价格的波动 这个都可以考量了 学者表示传统经济指标还是具有参考价值 可以用来衡量总比经济走向 不过与其花时间去订出新的经济指标 不如多花点时间订出更好的经济政策 改善民众生活比较实际 记者赖水女朋友